台東縣稅務局舉辦了台東不一樣全國首創稅及一起查記者會 由信長饒清理主持宣示台東縣政府各單位及所屬各行政機關 未來申請各項作業一律免付房屋稅及證明 希望可以藉由跨機關查掉平台的整合服務 讓民眾在辦理相關義務的時候不必再舟車勞頓 台東不一樣稅及一起查系統平台正式啟動 縣長饒清理可與會貴賓一起伸出手 啟動水晶球 上征台東縣稅務局所推出的稅及一起查辯明措施正式啟動 稅務局的同仁更是精心策劃一出墨具 讓台下貴賓可以更加了解當系統啟用後所帶給民眾的便利性 縣長饒清理說 稅務局運用開放整合創新的精神 建置稅及一起查跨機關查掉平台 是全國首創的辯明系統 結合各需用機關 後來需要辦理相關業務時 民眾就不必大勞遠跑到市區再跑回原居地 相關的毛密工作 縣府也會做到最大把關 讓民眾可以放心使用 今天非常高興我們整合了一些機關 我們自己府內的一些機關都加入了 這件事情其實會對鄉鎮公所有很大的幫忙 對鄉鎮長的行政效率來說 民眾不會知道是我們在做後面的行政流程 他只知道以前要來回奔波到稅務局 現在不用了 所以我們會期待更多的鄉鎮公所 能夠加入我們這樣子一個行列 那在我們局內跟我們中央單位 就是剛剛所說 各位以前做這件事情要聞來聞去 你就算專人去送聞 也要三天最少 那現在只要網上查就好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那網路上場大家會擔心資安的問題 我們已經幫大家想好了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得到授權才能做這件事情 而且查的時候一定要自然人憑證 所以大家都知道 就是表示不是隨便的人打開電腦就可以查資料 你必須要有你的名字要登記進去 再來我們還有第三方的不定期的集合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我們都有替各位想到 稅務局張表示稅務局的資料相對完整 因此每年申辦相關資料大概都有七到八千筆 因為我們稅集證明相對完整 那你有這個稅集證明 你其實可以伸租國有地的部分 是非常好 還有這個就是你的那個土地上面 如果有建物 不管你承租或者是說 你在做那個建物測量的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權益上面的主張 在地政事務所用到是很普遍的 如果你有稅集的證明 就曾經是你使用過這塊土地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證明 那這個證明 可能你在地政事務所是看不到建物成本的 可是在稅務局這邊 甚至30年 民國30年40年 它具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就可以做你重大權益的主張 目前共有23個機關加入主動查料行列 未來台東也會持續推廣之項 安全便利的查料平台 讓貼心便利的措施加回更多民眾 記者陳淇琳 台東市報導